您知道苦瓜在家怎样做,不苦还好吃吗? 今天,我就把最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您的厨艺有所帮助 做法超级简单 喜欢的朋友,就跟着我一起动手来做吧 从市场花了5块8毛钱买了两根苦瓜 用刀把两头切掉 给它一切为二 在二开四 接着给它片掉瓜羊 斜刀片成片 片一定要片得均匀 全部片好,备用 接着空碗中加入适量的精盐 鸡精一点点的糖 一小勺的清水 最后加入水淀粉搅匀备用 锅中水开,加入一勺的精盐 再滴几滴食用油 接着下入片好的苦瓜 烫30秒左右,捞出控水 锅中加入少许的底油 下入蒜末,小火给它炒香 接着下入苦瓜 翻炒一下 然后淋入提前兑好的料汁 快速翻炒均匀 淋入适量葱油翻炒均匀 盛出装盘即可 今天的蒜蓉苦瓜你学会了吗?